哈囉 歡迎回來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Olderman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今天呢 方塊方舟這一集 我們呢 都要去抓外面的生物 由於呢 老頭最近在迷戰神 所以說呢 應該是說 心思 都花在戰神身上比較多 然後方舟方塊可能就比較沒有什麼心思 最近的那個什麼 神秘計畫 其實 自從把戰神出來之後 就沒有在進行了 停住了 抱歉 因為 戰神實在是太好玩了 但是呢 老頭也不忘了要拍一下方舟方塊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各位其實 我知道各位的心情是什麼 老頭會不會因為戰神 然後就不拍方塊方舟了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好不好 老頭這不就來了嗎 對不對 但是呢 各位可能要先去理解一下 老頭可能就是說 你也知道嘛 老頭也是人不是神 一天24個小時 當你專注A的時候 你的B就不會被 不會被重視 其實這個都是正常現象 你懂我意思嗎 像我現在最近就是 都在專注於戰神 好 你也看到老頭戰神出了一次 連一天出了四部 一天出了三部 馬上把紀錄檔傳完 隔天又開始馬上直播 就知道我多重視這款遊戲 當然相對的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說方塊方舟的進度 就會變得比較落後一點 然後也會盡可能的就是 把它拍得比較簡陋 那這邊各位也不用擔心啦 因為該來的還是會來嘛 對不對 我只是先挑個簡單的來做 後面懶的 我還是得做出來啊 所以說呢 不要覺得說老頭就是為了玩戰神 然後呢 就隨便亂拍方塊方舟了 不是的 老頭只是挑 軟柿子吃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啦 哎呀 就就就就你也知道嘛 好啦 反正呢 不管啦 今天呢 我們這一集呢 就是取名字嘛 然後呢 再來做一些道具 我們今天要抓兩隻生物 我覺得一隻太少了 所以說老頭呢 就是抓 決定抓兩隻 增加這個影片的長度 不然太短 你們會靠北 太長你們會靠北 所以說 還是要試量 OK 那我們現在到取名的名 取名的這個時間了 取的名字的話 我這邊已經有名單了 老頭我已經整理好了 首先呢 第一位呢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 二一哥哥 你也有這一天哈 二一哥哥 我看到一大堆人 都在說你耶 你有什麼感想 你的粉絲團 有沒有變多 你的IG有沒有 更多人追蹤你啦 你看 現在大頭陣了 開始裝逼了 不想理人了 非常好 我看到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的名字 非常的有梗 但是呢 老話一句 名字有很多個 但是第二只有一個 所以說我們只能取一種 所以說呢 我們就是要取 叫做 叫做俄羅斯 為什麼要叫俄羅斯呢 因為 俄羅斯方塊 好的 俄羅斯方塊 非常好 其實呢 我已經 大概應該 各位兄弟們應該都知道我想要取什麼名字 就是格魯特對不對 那真的還蠻像格魯特 只它顏色是紫色的 格魯特是 咖啡色 樹的顏色 好不好 但是呢 我不會這麼簡單就放過他了 他雖然叫格魯特 格魯特 但是呢 我希望他前面的名字要再多四個字 超靈老木 格魯特 各位不要誤會了 超的意思就是很高的意思嘛 Ske的意思嘛 對不對 超級的意思嘛 0呢 年齡的0就是很高年齡的老木 所以說就是超靈老木 格魯特 知道嗎 好了 變回你的樹木吧 那接下來呢 老頭準備要來做一個小小的道具 應該不是道具 應該是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置物櫃 這個置物櫃叫做 我找一下 生物方塊置物櫃吧 我找找 生物方塊置物櫃 找到了 生物方塊儲物箱 我們把它做出來吧 好吧 開來之後這邊可以放了 我們就放這裡好了 然後應該是不會 跑出去吧 有點凸出來了 喔 大概就這樣子 我放反了 是不是 我真的放反了 哇 一直跟我想的不一樣了 可以拿回來嗎 不行 只能拆除 好吧 這樣子也不錯 好好玩喔 這個真的超像轉蛋的耶 轉蛋機喔 我們要怎麼辦 生物方塊自動施放 嗯 我們先把阿根廷均勻放進去好了 反正他也沒什麼太大的作用了 阿根廷就決定是你了 抱歉喔 我不是故意的 哇 對不起喔 你可能要再等個五分鐘了 格魯特你要不要上來玩一下 格魯特 好蛋了 我那如果 把它變成方塊 我就沒有辦法 欸 這樣可以耶 啊 負重啦 我要怎麼把它丟進去 用丟的 丟丟大法 追 再繼續變 不對 這邊變有點危險 把它設定距離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這麼的辛苦 跟我 來來來來 就是這樣 這樣子我才可以 把你丟進去嘛 格魯特 然後呢 我要怎麼放 箱子打開之後丟進去 丟了 喔 有他在上面有沒有 哇 欸 這全部裝滿應該滿酷的 而且他總共可以裝多少 246 24 箱子比較快 1234 然後 1234 1312 兩 兩 兩排 24格 他可以放24隻 到我這邊看就好了 我在拔機什麼 24 24 然後你不能 你不能變方塊了 有點難過 到時候我們抓一整排 嘟嘟鳥有沒有 把球變方塊丟裡面 應該滿有趣的啦 我們這邊 並沒有什麼 想要變成方塊的生物耶 這隻嗎 其實 他們變不變我都沒差啦 哇 什麼天降 天降寶箱是什麼回事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這寶箱會從天而降啊 空投物資嗎 欸你看 太扯了吧 哇 鱷魚大哥 鱷魚大哥 幹什麼鱷魚大哥 不想活是不是 鱷魚大哥 什麼東西 把你幹掉 啊 我知道為什麼 這空降物資應該是這隻鱷魚咬的 咬了之後從這個山上 飛下來的有沒有 我猜啦 不然沒理由會有 會有寶箱從天而降啊 而且這個遊戲據說只有多人模式才有空投物資耶 單人是沒有的耶 有沒有 啊什麼骨頭什麼東西 爛東西 不知道未來單人會不會有空投物資啦 不過目前我是沒看到啦 然後也不知道會長什麼樣子 我是沒玩過多人 應該是說我沒有 我玩多人時候都沒有遇到空投啦 所以說我也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好吧 我們這個箱子 這個方塊儲物箱 生物儲物箱已經做出來了 之後呢 我們現在準備就是要抓我們的 獅獅獅獅獅魔鬼蛙 那魔鬼蛙我們家附近就有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直接現場先抓我們的魔鬼蛙 用我們的場管步槍 給它開下去就對了 這隻應該是野生生物 而且我們剛剛在那附近的時候 好像聽到魔鬼蛙的聲音對不對 沒有聽錯吧 是不是沒聽 是不是 應該是沒聽錯吧 我們剛剛有聽到青蛙的聲音對不對 而且還蠻大聲的 又一隻鱷魚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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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青蛙 你不要咬它 你不要咬它 青蛙58級是我的 嘿嘿嘿 來啊單挑啊 有在怕你是不是 哎呀攻擊距離好遠喔 來來來為了青蛙 就是你了 nice nice 剛好我們家附近有個坑 是不是 一切都在我計畫之中 啊啊啊啊啊 啊 好笑 啊我們的坑在哪裡啊 我忘記我 啊找到了 你這個小淘氣 拜拜 應該跳不起來吧 哇你就跳得起來神喔 我說你可以在這邊玩水是不是 小淘氣 嗚呼你超強你怎麼做到的 小淘氣 看來我們要 我們要稍微裡面一點 打開這個 喔成功了 我們成功抓到了 這隻青蛙的話 野生的 啊幾隻就解決了 我會把你射死啊 我這麻醉效率會不會太高了 58級 盡量射一下屁股好了 兩件就暈了 還好 OK的 OK的啦 那個沒有意外應該是吃肉啊 先丟肉給他好了 你看那青蛙長得好好笑 欸這很難得這個遊戲的青蛙眼睛做的這麼真實 你看其他恐龍眼睛不是白內臟啊就是真紅眼黑龍 你看那真紅眼黑龍 然後你看這個白內臟魚眼 然後風神一龍魚眼 都白內臟 好難得這個雷龍也是 沒有雷龍眼睛還蠻逼真的 而且是一直不斷的 用很嘲諷的眼神看著你 講到雷龍 我們下一集看有沒有機會抓好 因為我現在等級還沒到70 現在69等 而且快到70了 不是明天就是後天 好不好 沒有意外不是明天就是後天會抓雷龍 好各位期待一下吧 好這傢伙呢應該是蠻好馴服的啦 你看現在已經吃了兩個 這個應該算等低的生物啊 等低的生物其實大致上來講都很好馴服啊 而且我有預感啊 我等下上去一定會負重 尷尬了 把他這個東西全部丟了 為了避免這種悲劇發生 我覺得我先把 所有物品轉到身上好了 對 沒錯 先全部給你 然後你變成石像 我們來玩一下我們的魔鬼 魔鬼蛙 就這樣子 就記憶沒有的簡單 這樣子就不會負重了啊 是不是很聰明 好70 好再一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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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 來吧 來吧 大成功 幫你設定乘中立狀態 啊對齁 我轉移了 我的包包 我的鞍眼 跟著轉移了 給我你的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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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死了 哇 跳腦高 動作好慢哦 這個應該也是有麻痺效果 只是要瞄準有點難 不知 去了 加那麼少 然後 他右鍵 右鍵跟 他的攻擊模式 跟以前的幫助生存一樣 可以跳很遠 然後 應該是說 承受 高距離 墜落的傷害 好像可以減傷 然後 C鍵沒功能 好 這隻呢 一如往常的 跟之前的幫助生存 進化一樣 右鍵是很少千軍 左鍵呢 是牙凸 應該都具有麻痺效果 我是這麼認為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沒辦法做測試 因為錄一下就死了 而且還升級 升級還超慢的 好 我們可以單挑那隻迅猛龍 不過我覺得會死就死了 算了算了 我怕 我怕 算我們回家了 這隻青蛙就把他放在我們這個 儲物箱裡面好了 各位說好不好 還是說放這裡 也是不錯啦 好不好 我們就放這裡好不好 好 讓他不要動 然後 當你 當你開個門的時候 你要吃的嗎 好 他就鼓在這個地方了 有沒有看到 這還蠻 還蠻恐怖的 無庸置疑 看到一隻了 有沒有看見 然後我們用我們跟隨大法 怎麼看到就不見了 我看見他在那邊 肚子餓了 一般般 我在想 我要不要用十字弓的方式去抓 用十字弓好了好不好 來來來 這是幾等沒注意看 沒辦法顯示等級 有 十等 趕快跑 好 好 我 我 拉 啦 是 我 喔!有了!落地!阿屎!入手了!入手了! 欸!啊!這也太剛好了吧!卡在這裡! 要不然我這隻連你也暈暈暈算了!阿阿阿!養妹!養妹!不行!會打到牠! 幹!這邊太危險了!應該沒有跟來吧!來!先丟生肉給你吃! 牠居然昏在樹上!有沒有看過!昏在樹上的!也太好笑了吧! 好啦!我們終於回來了!我們來把玩一下咱們的施救獸吧!來吧!我剛剛把牠變成方塊好了! 耗盡苦心!終於入手了!來吧!施救!牠就直接叫做施救!我們應該上去會不會負重阿!不會!非常好!入手啦! 啊!右鍵是什麼?抓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嗯?沒傷害?為什麼? 嗯...飛行速度我覺得算尚可!然後右鍵一樣是可以抓取喔! 三角龍不能抓!牠的...牠能抓的等級應該是跟阿根廷居因是同等的! 三角龍只有風神抓的起來! 牠可以抓中小型生物! 然後C劍是什麼?C劍沒攻擊!左鍵! 左鍵咬一下!有!沒了!就這樣! 我們的施救獸就這個樣子而已! 我們看一下把生物抓起來!牠怎麼做攻擊!應該是還蠻一般的吧!左鍵! 左鍵!一樣是左鍵咬一下!然後就結束掉了!而且這一隻施救獸的負重!還行!但是呢!耐力非常低! 跟原本阿根廷...欸!不是!跟原本生存進化的那一隻施救獸呢!我覺得!這一版的施救獸比較弱是真的!因為! 方舟生存進化的施救獸!牠是可以全方位!就是牠可以左飛!右飛!而且是橫著飛喔! 牠可以橫著飛!沒問題喔!這一隻不行! 牠這隻只能前後!然後!然後!滑鼠左右擺動飛! 我覺得牠這個設計!我覺得應該要跟生存進化的設計一樣才行!不然的話!這樣子感覺有點怪怪的欸! 阿!你們就同個公司在做的東西!阿!是有差嗎!對不對! 我是認為!如果!呃!與其抓!施救獸!我覺得!不如抓阿根廷算了! 真的!我真的覺得!不如抓阿根廷!因為飛行速度都差不多阿!對不對! 然後!阿根廷巨印的威脅性又比較不會這麼大!阿!同樣!又同樣是可以抓! 好啦!唯一的差別就是外型裝不裝逼而已阿!好不好! 好啦!這個外型其實還蠻屌的! 剛好他後面這個!他左右這兩側的翅膀! 感覺有一種包覆的感覺!坐在上面感覺就好像! 呃!附身!欸!不是附身合體!那個!百變!變形金剛! 那變形金剛組合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對不對!元氣小子!阿!是什麼!魔動王! 還是什麼金剛戰士那種感覺!阿!那個阿根廷就稍微比較簡單一點啦! 就是單純你坐在上面!阿!這感覺有包覆感! 包覆感感覺會讓你感覺你好像很強! 你好像很強!你好像很安全這樣子! 但實際上其實!還是要洛基一個!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他除了外型之外!輸給阿根廷蠻多的欸! 我是這麼認為!你除了外型之外!阿根廷! 我還是會抓阿根廷! 如果要去做選擇的話!我會這麼做! 因為這隻不好抓阿!魔法箭矢你早期也收集不到阿! 你早期只能用阿!最箭矢嘛!那當然是阿根廷首選阿! 好吧!那這就是我們的施救兽阿!不知道你們O不OK阿!個人是覺得這個就是抓好玩的!抓心酸的!而且我發現阿!方舟方塊這個遊戲阿!他還有很多生物能抓沒錯! 但是他們都沒有!大部分的生物都沒有他獨特的特色!我覺得這是有點可惜的部分!希望方舟方塊後面可以讓這些恐龍有他獨特的能力! 就像石像鬼可以回血很好阿!這個設計就不錯阿!還可以變石像! 阿!然後我們的那個什麼阿!我們的樹人可以變樹...我們的樹人可以變成樹木也不錯阿!只是...就可能就是衛裝用的而已吧!對不對!然後還有什麼忘記了! 還有一隻小巷可以幹嘛!哎呀!反正我忘了!阿!精靈龍!我後來發現阿!那個精靈龍開那個護盾其實是減傷! 本來一隻怪咬你50幾滴你護盾開了之後他會有短暫的3秒!所受到的傷害都是個位數!這後來我有發現!好不好!OK阿!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那個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記得按個訂閱!右下角記得按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面了!掰掰! 掰掰!